你看看我们的牛爷爷 这煮来好不好 哎呀 让它吵着我心里都放心了 我都 这四年的我上班打牛爷了 我就打他去吵着 真是 妈妈的话真的是扑式无话 牛过外边过了再好 都没有他亲眼去见 去看看 来来更真实 开封 我们回来了 刚刚下了高铁 现在我们开封北站 这是新站啊 给你们看一看来 建的挺好的 看到没有 还是回到开封比较亲切 哎呀这一路奔波真的不容易呀 再过两天马上又要回去 美国了 这一趟上海之行 收获颇多 然后感受也颇多 马上要回家 等回到家跟你们聊一会儿 正好 我侄子今天过生日 赶得好不如赶得巧 两次出差 都有两个贴心的妹妹陪同 是吧我刚才还在说回到家的感觉真好 紧我硬我 不如自己捞我 那是 是吧 你看我们家 哎 看 咦 猪融 这最喜欢吃的 鸦威 我刚才给她把手了 咱俩一吃个饭都跟过年上来的 是不是的 这两个多 这两个很多 一会儿称哪里吧 中啊 中称哪里呗 嗯 车站到家 然后去了 从牙科到家 看了牙 陪我小妹妹 我那个牙掉了一块 我也补了一些牙 不来 满肚子都好吃 吃不了 只能趁机的 买完吃 别急 一会儿又开五娘子 对啊 我都上个香吃 我准备吃啥了 猪黄肉丝 猪黄肉丝 看看这儿 香味 青藤鹿芋 大肠 这个脸菜 这个是脸筋 还有很多菜呢 看看妈妈今天躺了痛吗 好漂亮啊妈妈 好看 我不是想的哥塔罗 啊 这妈可将就啊 您行说都是肠头 还吃吧 刚刚安的一大家子 十口人 安弟弟安弟妹 抄了一大桌菜 给你们先饧上一张看看 全部是我安自己做了呀 都给一个好严是卖的 一百多一桌 对 这假眼一百多一桌 是不是 这菜叫假眼 这这 一个大桌子 十个等子看好左门 是不是 嗯 赶好十个人 哎呀赶好十个人 你看看 吃饭呢 看吃饭 看见孟严严 给我接呢 烤一羊 谢谢哥 哎大姑妈说完了说不成了 这一大妈有只能 这一半没感觉 这一半有感觉 对呀 你看 转转转转转转的给 出口包都好 好啦我必须再吃饭 谢谢包包 吃饭 昨天晚上吃完饭 太晚了 可能因为回来也有点太累 结果吃完饭我也在沙发上睡着了 想来都12点了 然后洗洗又赶快睡 明天是29号在家的最后一天 心情有些激动 昨天晚上又跟宝宝妞视频了一下 带老老爷要回去了 可开心了 妈妈要回来了 还给我展示圣诞节他收到的礼物 这一个月过得多快 然后这趟伤害之行 也收获不小 回来这一个月 安闲一直处在很紧张的状态 回来第一是接我父母回去美国 重要的一点还有就是为了去学习 大家都知道 目前这个短视频时代 也是宣传品牌的最大的一个力量 线上线下结合也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这次回来去了一趟杭州 去了一趟上海 都不停在学习 学习人家是怎么把品牌和直播 联合到一起的 因为我们总是要与时俱进 对不对 在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 想把品牌做好第一是口碑 其次就是要有流量 杭州之旅上海之旅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 关键是有两个妹妹陪同一起去啊 也是安闲特别欣慰的 特别是小妹妹牙疼 一直牙疼啊 为了陪伴我一起啊 为了让我不孤单 她顶着牙疼的这个疼痛 一直在吃消炎药 还有止疼药来维持 大妹妹呢 一路像我们的两个的姐姐一样 保护着我们 帮我们又拿心理 又是一会儿问我们冷不冷啊 饿不饿啊 渴不渴 我说我们俩应该换一换 她应该做姐姐 我应该做妹妹 所以安闲很欣慰 有两个妹妹 真的 小妮儿 如果又赖成脏害左姐妹啊 必须来 我的牙齿也掉了一小点 因为那个时候生完宝宝妞 去看牙医嘛 后来检查有一颗蛀牙 她就把那个蛀牙给挖出来 补了一点 结果这好几年了啊 不知道为啥就掉了 在上海高铁站掉的 忽然间就感觉嘴巴里 有个有个东西硬的 我说这怎么会有个石子啊 一吐出来是一小块牙齿 她补的那块给掉了 这昨天戴小妹妹 我们不是一下高铁之后 到开封的那个牙科 看了牙之后 然后我也在那补了牙 打了麻药 整个这个嘴这个一半啊 都没有知觉 还好我没事 现在已经没事了 她说了麻药一般三个小时 都都恢复正常了 哎呀要回去了 朋友们 再见面就等到明年了 爸爸也很期待去美国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一个样子 妈妈也期待 妈妈给点儿来来 妈 看看上海大牛家看看 看那个 看那个 环境啥样 环境好不好 看安安的牛家 住来好不好 哎呀 妈妈出着我心里都放心了 嗯 出着妈妈就是担心 这十二年了 终于去 十四年到我上海大牛家了 然后我就到那儿去出炉 我的心愿 想到那儿打牛 也到那儿去出炉 哎呀 这啥妈妈一生的心愿 那过了载药 就当我去给我到那儿出炉 哎 听见妈妈说吗 过了载药 都不如她亲眼见的药 真是 妈妈的话 真的是扑式无话 牛过外边过了载药 都没有她亲眼去见 去看看 来来更真是 这是她的 这十几年的心愿 所以当牛呢 也可开心 给妈妈完成个心愿 也给自己完成个心愿 想想上次暑假回来的时候 再想想这次又回来一个月了 你看看 多快呀 所以这人生啊 短短几十年 真的是 好像那个时光飞时一样 人生短短几十年 真的是弹指一挥间 确实这句话 我非常的相信 有时候想一想 我在美国十几年啊 再一回头 又想感觉好像是 昨天刚刚发生的事一样 还好 没有嫁错人 第二次投胎 投了一个好人家 安贤也算是幸运者了 后来又做了自媒体认识你们 有你们一路走来 陪伴安贤 支持安贤 有了今天的我 所以安贤是一个懂得感恩之神 就像我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 你敬我一尺 就是我回你一账 安贤是个懂得感恩的人 你对我好 一分 我要还你五分六分 一生 无愧于任何人 没有欠过任何人的债 也没有欠别人的承诺 承诺别人呢 该做的都做到了 所以就算我老的时候 我也无愧一生 这一辈子该做的事都做的 唯一一点呢 就是创业这条路啊 可能只有在创业这条路上的人 才能真正体会到 创业的这条路的艰辛 酸甜苦辣 只有自己知道 但是我既然选择了创业这条路 我就要坚持下去 普尔赛夫尼 大家都知道 咱们的燕窝是以宝宝牛为命名的 我既然要做了 我就一定会想办法让它做好 所以安贤 不停地在利用回国的机会去学习 然后让普尔赛夫尼 这个品牌越来越强壮 越来越强大 我们这边近期一段时间 也在做招工 整个品牌的运营 还有这个直播这一块 我们也打算会做一个直播团队 把普尔赛夫尼 也通过直播这个渠道 扩大它的知名度 好了 今天就不说了 然后安贤 还有好多事情要做 还有收拾箱子 等会还有一些东西 要寄到那个转运公司 然后通过船运寄到美国 因为太多东西了 拿不了 我去收拾箱子了 朋友们 也祝你们开心快乐每一天 我们明天见 然后后天就要回美国了 你们马上都可以看到宝宝妞了 天天在上海直播那天 评论区在刷屏 想宝宝妞了 想宝宝妞了 快了快了 再有两到三天 你们都可以看到 儿子 女儿 还有你们喜欢的养女婿 好了 拜拜 明天见